所以如果張諾君 真的認真追妳 是有可能的嗎 沒有 我們就是朋友 OK 所以不可能喜歡他嗎 不可能 所以當時跟他吃飯的時候 會覺得說 吃吃聊天 就分享一些 從以前到現在的工作經驗 為什麼他不可能 就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因為不是那個新聞說 他跟張諾君單獨吃飯 就算囉 對 結果後來... 還有嗎 後來他前夫 竟然也到達同一家餐廳 好... 這麼精采 就三個人剛好吃 所以我甜點也沒有吃啊 真的會點甜點的時候 怎麼又是閃光燈 又是前景是那個人 然後我就... 妳是說前夫帶記者來拍 沒有 他帶一個朋友 但是在他們的那個巷子邊 就有媒體都在拍這樣 是跟妳的還是跟他的 我不知道 妳說就是剛好妳跟妳前夫 不小心在那家餐廳遇到 對 然後呢 就是... 因為我已經快吃完了 才看到怎麼有人坐下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知道 狗台在外面 妳眼牙不必高吧 又不是在找妳的事情 沒有... 這真的很尷尬 我覺得吃一大利餐 總是我們到後面要吃個甜點 對不對 結果甜點都還沒點 算了 走吧 怎麼走 算了 靜靜的往後門走 因為我也不想再拍什麼的 我覺得不想講 那需要跟前夫打招呼嗎 如果沒有媒體在的話 我當然就是點個頭就走了 可是因為媒體又在那邊 我就覺得 我也不想再有這些新聞 然後我只想靜靜的回家 OK 甜點沒吃到一定很失望 聽起來沒有付錢耶 沒有 所以下一個行程 是在警察去做別的 吃霸王餐 從後門溜走 沒有付錢 甜點也沒吃 那一餐真的很像霸王餐 因為呢 妳真的沒有付飯錢嗎 我真的沒有付 然後我就打他給若君說 我說 那那個餐錢 我再拿給妳 然後...然後他就說 不用了 他也沒付 我說 那我們兩個都沒付 所以最後是你前夫部的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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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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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張若君也是 也是默默的從後門離開嗎 沒有... 他就走了 張若君有去跟他前夫打招呼 應該的啊 你們一直要問這件事喔 這件事有很奇怪嗎 很精采耶 算是 真的 其實沒有... 所以妳呢 我們就只問這件事 Joanna那就只問桃子的事 前出來就又問他接下來要結婚的事 我也有因為愛而旅行的經驗啊 妳是跟這位前夫之前有愛的時候嗎 沒有...我跟他之前沒有 我之前要是跟他有旅行 可能今天結果都不一樣 真的嗎 所以妳們先有... 妳覺得透過旅行可以比較了解 對... 因為兩個人一起旅行 然後到一個新的環境裡面 接觸同樣的一個新的環境 那給妳的衝擊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從這中間 包括妳用餐 包括他怎麼安排就是住宿 然後一些想法 他會被適時的尊重女生 或者是讓女生 我已經想到一件 讓你們吐的事情了 幹嘛 許可醒過來的時候 她的牙刷上已經擠好牙膏 你們兩個真的空間內 我覺得這是互相 因為每次只要出國的話 因為她知道我有潔癖 所以我都會... 她沒有幫她擠牙膏嗎 不是...我第一件事情 都會先把行李箱打開之後 把冠洗用品放在浴室裡面 我看妳能擠幾年 然後她就會把我的 比如說牙刷 刮鬍刀 保養品 那些全部歸位 我問妳平反一下 說不定別的男友也有這樣子 對啊 有嗎 擠牙膏啊 旅行中會替妳們擠好牙膏 我不可能啊 結果我幫人家擠的份吧 所以妳是會幫桃子擠牙膏 是不是 不會 她會在差不多要起床 或者是差不多要睡覺的之前 幫我擠好 對 所以是妳交代的嗎 說幫我擠牙膏 沒有... 但我之後有跟她講 就是除了謝謝 然後有的時候會幫她擠之外 我們就兩個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開玩笑說 妳幫我擠太多了 對 因為她說她牙齒只有幾顆擠 因為我就二、四顆牙齒 不用用到那麼多牙膏 可是萬一比如說婚後一年 就是以後牙刷都是空的 沒有人幫妳擠 妳不就會很明顯感受到她變了嗎 沒有 這很簡單 其實她是喜歡妳口氣清新 所以她很體驗的 要接吻 要接吻 對... 那如果她奶天不幫妳擠了 她可能不需要你... 不需要接吻了 對 那我應該會幫她擠吧 那如果你跟許可去旅行的時候 她買東西多到 需要一紙箱一紙箱的打包運回來 妳會回來後去打消 跟她結婚的年頭嗎 不會啦 其實我會買得比她多吧 都是我在控制她不要買 對 都是她在控制我不要買 所以你們現在應該可以大方的 在台北的街頭手牽手吧 可以... 所以剛才我講的那個 買東西多到一紙箱一紙箱 是潛帥君 可是我是被逼的 其實我真的不願意 妳跟男朋友去旅行 然後妳這樣買東西 妳不怕她回來就認為 可是她叫我買啊 而且因為... 男生叫妳買可能是出於禮貌吧 可是她是不准我帶東西 因為我們要去LA 去十幾天 去二十天 然後她就說明天出國 妳就帶一個空皮箱 然後我就說幹嘛我要裝東西 然後她就說沒有 妳就穿一套 然後帶一套盥洗用具去就好 我說怎麼可能我要去十幾天 然後她就說沒關係 東西那邊那麼多 去那邊再買就好 我說再買是買一點啊 妳也不能說讓我只帶一套 然後她就說妳不准帶 就硬要我帶一個空的去 結果去的時候真的就是 就是內衣褲那邊都我的賣 襪子 我連襪子都在那邊買 然後衣服全部 都不是昂貴的東西 可是就是買很多就回來的時候 直接裝紙箱 然後請那個朋友寄回來 因為完全不夠放 所以不是花她很多錢的那種 不是花很多錢 但是就是買那種 阿伯昂比那些很平價的東西 阿伯昂比 對 沒有平價啊 阿伯昂比 應該是算還滿OK 就是大眾牌啦 沒有阿伯昂比沒有 不是大眾牌耶 我不知道 我就買很多 還有那個維多利亞的秘密 就內衣褲嘛 那也沒有便宜 那也是就便宜耶 便宜的嗎 NO 所以妳男友是 我買了二三十條內褲回來 妳男友是富豪是不是那時候 不是... 他就是其實就只是 家庭還OK的一個男生 妳回來後應該就分了吧 沒有 回來後 還持續了大概半年 然後我還是幫他擠牙膏 後來他就偷吃了 被趕到擠牙膏 然後被牙膏 長開軍起立一下 閃一下 讓王菁瑩知道一下 妳接下來的動向 要結婚啦 沒有啦 就是... 聽說妳要嫁一個 業務界的人士 對 他就是一個正常上班族 所以是完全性的陌生人是不是 對我們來說 對 完全性的陌生人 怎麼追到妳的 就是他很用心 怎麼很用心 然後就一樣就是很多 很貼心的事情啊 就不管怎麼樣工作再忙 都一定會接送 然後他自己都沒有吃 他就會一直問妳說 妳吃了沒 然後都以妳的意見為意見 然後像出國那些 他也就是像就是阿Ben他這樣 就是會事先準備好非常多 很小的行程 對 所以他是妳的模特兒朋友介紹的嗎 不是耶 其實真正是在夜店認識的 然後他過來找妳攀談嗎 不是...我們是在夜店認識 但是是朋友的介紹 我們是同一個包廂玩在一起 但是我們互相不認識 但我們有共同的朋友認識 夜店認識了結婚的對象 對 那他的外型平庸嗎 就是... 就是正常耶 私裡的外型 就是大概到什麼類型的外型啊 就是中肯老實 比佳人熊的話 這跟他一樣肉 他不喜歡妳們這樣講的 跟他一樣俊俏 牙皮... 牙皮...對 所以他不是那種 手機別在腰上的 不是... 這次穿西裝還滿OK的 褲腰很高嗎 沒有...還好 稍微有點低 然後皮帶也是小小的扣法 然後到起來會被外單人 沒有啦 就是還滿正常的人 所以你手機裡面 應該有你跟老公的合照吧 不是老公啊 為婚夫 那個... 有...有合照 你可以偷偷借我看一下嗎 偷偷借妳看 可以啊 所以你有放心他 雖然會去夜店 可是確定不是一個 婚後還會亂玩的男生 對 因為他非常確定 就是在認識我那一刻 他把所有線都放了 他說他有很多線 他被很多繩子綁著 什麼 有男生會講出這種話說 我要把手上的線都放掉嗎 這聽起來是一個很玩家的話 比較不可信耶 就是你真的要做 給女生看會比較好 對 因為你不覺得手上同時有很多線 聽起來就滿可怕的 對啊 就是他啊 就是他本人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而且他本人 又露了耶 又露了... 牙皮... 好皮膚喔 這個牙皮皮慘了 而且他不喜歡穿褲子... 他不喜歡穿褲子嗎 他不喜歡穿褲子 這個用這麼立體的手機 不會一直撞到 他蓋子要打開 比較好找啊 所以當時 妳說他跟你交往的時候 他就說他手上 其實不只認識妳一個模特兒就對了 就是有認識幾個人啦 怎樣 但不是模特兒 他就是有一些女生的朋友 妳形容一下他的男生 有一點像是那個 長得比較完整的MOMO 好可愛喔 Joanna被迫滑雪 卻是逃之安然的話 Joanna